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章要正式的開始來介紹一些供應數、功倍數的應用問題 那我上一集有提到過就是我個人不認為應該要在國一上就上這麼複雜的應用問題 因為會打擊孩子的自信心 因為各種應用問題它適用在不同的情況,變化真的是很多 那不過呢,因為課綱不是我編的 所以如果就是要學的話,我們就花多一點點的時間 就是我接連大概五六集的時間會介紹各種不同的應用問題 但是呢,我們會用同一個方式把它整理成同一個方式去想 讓這個學生既然要學就要學懂 那我們不用追求每一種題目都一定要會對 但是至少都要會懂,都要知道怎麼想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看在本集上寫上這句話 這個供應數、供倍數的應用問題呢 首先要先找共同的 什麼是共同的? 因為我們要找的是供應數、供倍數 所以是供的 所以是你有我也有的 因數或倍數 所以是共同的 這個數字想必會跟我們同時發生一個共同的關係 那找出這個東西 那射恩,要射恩不射恩其實都沒有差 我們在這裡附帶提一下 射未知數這種行為其實是方便思考 不一定是 就是射了恩要把它結出來,恩就是答案 不見得是用這種角度去想 你在思考過程中,如果有太多不確定性 就會變得很不好想 所以射一些未知數有助於把這個不確定性壓下來 會比較好想 第二個,來確認這個恩 就是剛剛這個共同的東西 跟我和你到底是什麼? 是我們的因數呢?還是我們的倍數呢? 你只要把每一個題目這兩個重點 該想的想完 那其實你就應該可能就會寫了 那最忌諱的就是沒有去想清楚 很多學生因為忙著一直寫題目 每次應用問題一出來就趕快來開短竹法 我們上次有講,剛才開短竹法 短竹法開了之後呢 然後咧,你是要求公因數還是公倍數啊? 那你求了公因數、公倍數之後 它就是答案嗎? 答案就寫公因數或是公倍數嘛 就是這樣嗎? 其實都不一定啊 然後學生可能都沒有弄懂 就一直算 然後算一算 結果答案又不是這個 然後就會默默的覺得 數學就是一種你以為自己懂的 其實還是分數會很差的東西 那不要這樣子 我們要正確的學習 大家看這裡有兩個例題 可以用來說明 為什麼要去分析這件事 上面這個題目是這樣子的 或三種水果 桃子五六顆 梨子是12顆 梨子是28顆 混合分裝 就是我要做成那個綜合的梨盒 每一個盒子裡面 這三種水果都有 而且同一種水果在 盒子裡的數量相等 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這一盒是 三個桃子兩個梨子 一個梨子 下一盒也是三個桃子兩個梨子 一個梨子 下一盒也是這樣子 這就是它的意思 混合分裝 然後每一盒水果 每一個盒子裡都有這三種 而且每一盒裡面 同樣的水果的數量都相等 最後問 那我想要這樣分的話 請問我一盒最少能裝幾顆 最少喔 最少總共會裝幾顆 因為 來給大家一個提示 因為假如說我最多就是裝成一盒 那那樣一盒裡面就有這個 五十六個桃子是十二個梨子 二十八個梨子 或者我分兩盒 那這樣一盒裡面就會有這個 二十八個桃子 二十一個梨子 還有十四個梨子 那這樣都很多顆啊 所以我一下問就是 我一盒最少幾顆水果 下面這個問題是跟上面一樣 一樣桃五十六 梨子是十二梨子二十八 但是我如果改成各自分裝 也就是說我一盒 就是都是桃子 一盒都是梨子這樣子 那每一盒中只放一種水果 而且每盒中的這個水果個數也相同 也就是說我不管你是桃子梨子還是梨子 全部都是一盒八顆之類的 這樣子 那請問這樣子的話 我一盒最多可以放幾顆 這個問的是最多可以放幾顆 想一想 我們剛才講這兩件事情 我現在有三個 桃梨梨子的數目五六四二二八 什麼是跟他們有共同關係的 那那個有跟他們有共同關係的 到底是他們的供應數還是功倍數 要想清楚這一件事情 在這個國一呢 開始呢 我們學到這個台灣的歷史跟地理 那可以順便跟大家聊一聊 你們知道為什麼這個基隆 基隆有一個地方叫做三雕角 那為什麼三雕角叫三雕角 其實呢 三雕角這個地方是當初殖民的人 應該是西班牙人他們取的 那這個西班牙人取三雕角這個名字 是因為他原本把它叫做聖地牙哥 聖地牙哥應該聽過這種名字 那就是他西班牙人很喜歡取的城市的名字 那這個聖地牙哥呢 西班牙話叫做 San Diego 那 San Diego 在台灣這邊呢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就變成 聖地牙哥三雕角 三雕角 於是那邊的人 就叫他三雕角 那後來這個 等於算國民政府來台 或者是清政府 會不知道誰 就決定把他的中文名字叫做三雕角 這個是這個 三雕角的由來 那順便介紹一下這個台灣 我們叫做台灣 那台灣這個名字怎麼來 這個要畫圖說明一下 所以謝謝我們熊老師 這個台灣這個名字 他音譯的 就是我們都知道 這個台灣人來到台灣 這個地方是從台南那邊來的 路爾門那附近 那路爾門那附近呢 在他的外海有很多的沙丘 這個在台南 那裡有一些這個廟 叫做崑森王爺 什麼一崑森二崑森 六崑森七崑森 這個其實就是沙丘呢 如果從陸地上遠遠看起來 很像是大魚 很像那個一頭金魚的背 這樣子 所以就以前的人 覺得他們是神 神 魚神 就是魚 非常大隻 然後是這個神聖的 所以把他們各自都取了一個王爺 這樣子 那這個最早來到台灣的人 從這個澎湖那邊 金門那邊 澎湖金門 那邊過來 然後到台南這裡要登陸的時候 一開始呢 他們要登陸的 最早來到這裡的人 就先到這個崑森附近 那那個時候的這一帶 就是這些沙丘的地名 就叫做大園 園外的園 大園 就是台語翻起來 就是類似台灣 這樣子之類的 那所以呢 他們在這個地方先定居 然後慢慢的就發現 原來岸上面 就是對岸那邊 就台灣了 原來更大一片 於是他們就移居過來了 移居過來了之後 把台南這一帶也 就是沿用嘛 因為等於這邊是他們拓荒的 所以就 移居過來之後呢 這一整塊 就全部都叫做大園 那於是後來的人 來到台灣的時候 就會 就會說自己來到大園 問人家這裡是哪裡 他又跟他說這裡是大園 所以慢慢的慢慢的 大園 就台灣 就代表這一塊地方 那這一些人在拓肯開來 所以台灣這個名字 就這個叫做台灣 那其實這個 這個名字最早是在這個 台南外面的這一些沙丘 原本是這一些沙丘的名字 那這個在這裡介紹一下 那順便再跟大家聊一下這個 那我們都 也許在歷史課本會看到 全張瀉鬥的章節 那個台灣在 漢人移民過來的時候 有幾個不同的路徑來到台灣 有一些是漳州人 那有一些是泉州人 我們在這裡不介紹他們這個 泉鬥的細節 那不過給大家一個很簡單的方式去判斷 你家附近到底是屬於 漳州拓肯的地方 還是泉州拓肯的地方 尤其是比較南部的話 廟比較多 你們家附近如果有這個開張聖王 那代表那一帶是漳州人來的 張友三點水 如果你們家那一帶呢 有這個 寶生大地 的廟 那那一帶是泉州人 來開墾的 如果你們家附近有 三三國王廟 那你們家那一帶附近 可能是這個客家人 來開墾的 客家人有一個 有一個支派 被稱為閩南客 就是他們到後來跟閩南人混居 而且會講台語 那根據我自己的這個 了解 我的老家 我爸爸的老家 在這個彰化的 園林那一帶 那我們老家附近就有三三國王廟 所以很有可能 我們家其實是客家人 那也可能不是 因為過了好幾代了 但是有可能是 來看剛才的這兩個例題 我剛有提到 最忌諱的就是什麼 最忌諱的就是 你看到這個題目 於是怎麼樣 五六四二二八 就開始給我算起來了 我這個五十六四十二二十八 就開始開 這個是最忌諱的 因為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還可以算 算出來也不知道答案是哪一個 所以我們要想清楚這個問題 在這個題目裡面 有怎麼樣的數字 跟他們同時發生關係 這個分東西 一盒 他問一盒 最少共幾顆水果 那這是一種數字 對不對 還有什麼數字 好 五十六顆水果 一盒裝幾顆 然後咧 總共可以裝幾盒 對不對 總共幾盒 一盒幾顆 總共幾顆 這個水果 我就寫一個果 水果幾顆 一盒幾顆 總共幾盒 那這兩個 乘起來會是他 對不對 好 比如說桃子好了 桃子五十六顆 對不對 一盒幾顆 總共幾盒 那 禮字 四十二顆 我們先看兩個就好了 你如果要判斷 如果題目是像這樣子 有三個東西 你拿兩個來判斷 就可以 好 請問一下 在這個題目裡面 仔細看這個題目 在這個題目裡面 桃子跟禮子 是核的數目會一樣 還是一盒裡面 幾顆的數目會一樣 是一盒裡面桃子有幾顆 禮子就會有幾顆呢 還是桃子跟禮子 被分裝成的核數會一樣 想一想 在這題裡面 每一核都要有三種水果 每一種水果 在核中 在自己同一種的水果 每一核都會一樣 所以其實它是 三種水果 會被分成同樣多核 因為每一核都有這三種 那就是幾核這樣子 所以如果總共十二核 那三種水果 就都是被分成十二核 所以每一核到底幾顆怎麼樣 它去除十二嘛 它去除十二嘛 所以每一核幾顆 這個部分是不一樣的 相同的是這個 所以這個才是相同的 可以嗎 好 第二個問題請問 好 那這樣子好 這個東西 它到底會是多少 不管你是不是N 這個東西到底會是多少 這樣子這個數字 會是五六四二二八的因素還倍數 這個問題相對來說簡單 因為倍數代表它會比他們大 因素代表它應該是比他們小 那應該是比他們小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是他們的因素 這個N是五十六的因素 是四十二的因素 是二十八的因素 是他們的公、音、數 到目前為止 我都還沒有要講 我要算的是最大公、音、數 還是最大公、倍、數 公、音、數 不等於最大公、音、數 對不對 但是我們前面有提到 所有的公、音、數 都是最大公、音、數的因素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先來算最大公、音、數 所以五十六 四十二 二十八 提多少 不好意思 我也沒手快 提十四 乘以三 乘以二 乘以四 好 所以這個 最大公、音、數 十四 那來想想看 它問的是什麼 每盒中最少共幾顆 這個跟我們答案的關係是怎麼樣 每盒 為什麼一個盒子裡面會裝的比較少 好 所以我剛才有給一點點提示 就是 你盒子分的數目越多 那一盒你的水果就越少 所以每盒中最少共幾顆 它就是要問最多裝幾盒 最多幾盒 所以答案就是 好 裝十四盒是最多的 可是它要的答案不是十四 所以你看我就說 你要想清楚 然後到底要求最大公、音、數 還是最多公、倍、數 求來做什麼 這就是答案嗎 不是 它問的是什麼 每盒中會有幾顆水果嗎 所以分成十四盒的時候 會有四顆桃子 三個梨子 三個梨子和兩個梨子 所以它這一題的答案 我剛問的其實是這個渣渣加起來 每盒中總共會有九顆水果 這是它的答案 可以嗎 下面這一題 通常我們再分析一次 總共裝幾盒 每盒幾顆 水果 水果總共幾個 在這一題裡面 各自分裝 分開來分裝 每一盒都只放一種水果 而且每一盒裡面裝的水果都一樣 所以這盒幾顆 那盒就幾顆 不管是什麼 都是一樣 一盒就是分這麼多顆 所以這一題裡面相同的是 這一個 所以一盒裡面裝幾顆 這件事情 對三種水果來說都一樣 那剛才有提到 所以它其實也是他們的因素 所以我也是要求公、音、數 而且是要求最多可以裝幾顆 所以就是要求最大公、音、數 所以答案是14 可以嗎 這個就是 這兩種題目 你看它問的不一樣 它要求的不一樣 接著我們來看這三題 第一題 A跟24 他們兩個數字 去求最大公、數、最小公、倍數 求出來 剛好會是72和48 這兩個數字 求最大公、數、最小公、倍數 這樣子的數字會一樣 那肯定是多少 下一題 3600的所有正因數中 第三大的是多少 再下一題 有一個房間 它是長 882寬 980 那 它要鋪瓷磚 那我現在有很多種瓷磚 但是它們都是正方形的 編長從1到50都有 請問 請問我如果只挑一種 而且要挑最大塊的 那我將只要挑 會總共會 挑到這種之後 總共會需要幾塊 那這三題來寫寫看 其實第三題是我們 剛才練習的 前兩題算是之前的範圍 它們最大公、數是24 這個24乘以2 這個24乘以3 所以最小公、倍數是多少 24乘2又乘3 那乘2又乘3 裡面呢 其實它乘3的時候 就72 所以再乘一個2 144 那A跟24的最大公、因數是24 所以A也是24的倍數 那A跟24最小公、倍數是144 所以A不可能比144大 那它可能是 對 那它也不可能是24 因為144要24乘到6 對不對 它自己本身要是24的一個倍數 然後最小公、倍數又要有144 結果其實我們好像只有一個選擇了 所以A就是144 因為24站在最少量的這一邊 所以144的那個6都得從A這裡來找 對不對 第二題 3600的正因數中 第三大的是多少 我們前面練習過一個類似的 最小的那個因數是1 第二小的是2 因為它是3600 所以它是3的倍數 第三小的是3 所以最大的是3600 第二大的是1800 第三大的是1200 這樣就算出來了 下一個 像這一題也是 但是 我們剛練習的 你要先去判斷 共同的到底是什麼 那在這裡就給大家一個訊號 我們剛才這裡寫 共同的呢 你可以在下面補充 就是有一種東西 它很有可能就是這個共同的什麼 正方形 的邊長 或正方體 為什麼 因為正方形的長跟寬 就是都是邊長的那個值 所以 長882 要用這個 邊長拼拼拼拼出來 寬980也要用這個邊長拼拼拼拼出來 所以這個邊長同時對他們發生關係 好 那這個邊長是他們的 你應該看得出來是因素 所以我們要取這個 882和980 的因素 他們的因素就是最 大共因素之因素 我要取多少 980好像有這個 7 49 它取49可以嗎 9 8 72 我知道 去去看吧 7 慢慢去 對 看不出來 太少用了沒有關係 120 這個 140 然後這個是 126 126 126 好 126 2 所以是70 所以是63 所以還可以再取一個7 所以可以取到98 可以嗎 所以他們的最 最大公因素是98 你看老師非常的勾引 自己出的題目也沒有把答案記起來 最大公因素是98 可是這個 沒有 他只能夠從怎麼樣 從1 挑到50 而已嘛 所以我不能挑98 所以我要 找 比98小 可是又最大塊的 所以其實是 這個 編長是49 那既然是49 9塊的話 所以其實這邊要把2 乘回來 所以882 可以 要用18塊來拼 然後這個980 要用20塊來拼 那總共 因為這個是長 這個是寬 所以總共是 合起來 不好意思 882 要用18 要用18來拼 980要用20來拼 所以總共乘起來會是 這個360塊 所以答案是360塊 然後我們來看上一次留下來的作業 第一題 這個之前的練習 這個2要從A來 那我們36這邊是2的平方乘以9的平方 那所以這個2的三方必須從A來 所以他不只是有一個2而已 他有2的三方 那他可以是8 或者他就是72 8或者他乘一個3 也可能 也可能 24或者是他就是72 這些都有可能 那沒有 但是這個還不是這題的重點 來看這邊 好 來看這邊 他要去求這個16分之A化為小數後 小數點後的第一位是多少 所以其實我們只要知道這裡就好了 A是8的倍數 但是呢 他不是16的倍數 因為如果他是16的倍數 這裡就會再多一個2 再乘2 所以他是8的倍數 但是不是16的倍數 所以他去跟這個16分之A 去約分的過程中 會把8約掉 然後這邊後來會剩一個幾數 比如說剛剛這個 8約掉剩1或3 或者是9 對不對 這裡會剩2 那所以這個東西 他寫成小數 小數後的那一位就是幾.5 所以小數後一位是 就是這一題啦 那這邊是作業 這裡有三題 把題目抄一抄 按個暫停 把題目抄一抄 男生對女生對的這個 對的數目一樣 一樣多對 而且男生對人數相同 女生對女生的人數也相同 每一對的女生人數也相同 請問這樣分幾對 上面這一題是 這兩題的男生都是950 女生是836 上面這題是把 男女生各自分對的時候 是每對人數要一樣 但是這樣子男生的對數跟女生 有幾對 這兩件事情會不一樣 然後看第四題 把這個長方形切成兩塊 面積是甲匯比以大 請問 這個 B分之一的可能是哪一個 然後解這一個 解出DEF之後 回答他們的供應數和公倍數 DEF的供應數和GHI 這是GHI的功夫 對不起 下面這一題 再來複習一下法簡 那我們接到這裡